好的朋友们啊 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年3月15号 星期五的一个时间啊 那么在3月份 咱们的时间又过了一半了 那么整体啊 市场的盘面之中啊 依然没有非常 目前这个阶段啊 没有非常清晰的一个盘面走势啊 那么就近的一些机会啊 其实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下云游啊 云游的话 其实这里确实昨天有一个多大的机会啊 咱们喊在群里面啊 也是布局了 昨天咱们分享啊 也给大家看了啊 在这个位置咱们是做了一波短信的指引 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个卖点啊 有人咱们喊在群里有人也在说啊 会买的是土地啊 会卖的才是师傅啊 所以说朋友们 昨天其实咱们的节奏都还掌握的比较好啊 云游啊 也是在这个位置进场啊 在这个位置的最高的一个短信的卖点啊 离场了 那么短时间把短信的一个收益拿在口中啊 然后今天啊 想给大家聊的是什么呢 其实目前啊 旁边之中啊 云游 我觉得依然是可以近期给大家聊一聊的话题 包括昨天啊 桌性级别 大家我给大家都聊到过啊 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马上就要到了 朋友们啊 呃 桌性级别啊 云游这一个机会啊 卖星还有几百个点 那么在Fibo也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位置 朋友们啊 这一波啊 应该啊 看它怎么走啊 我觉得桌性级别的空啊 应该是在未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啊 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在当下啊 朋友们 我觉得云游依然是一个去做多的点啊 依然做多啊 它的一个多头结果并没有破坏 朋友们啊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 朋友们啊 这是云游一小时级别图形 大家去对比这两个结构 哎 这一波拉上来 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啊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 对不对 朋友们 这一波又拉上来 朋友们啊 然后又在这个区间做了一个震荡 其实整体它的多头结构啊 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啊 它只是在这个附近一个震荡的洗盘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一定是以多头为主啊 朋友们啊 一定是以多头为主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结构状态啊 加速 加速啊 震荡洗盘 再加速 再震荡洗盘啊 那么我觉得啊 在从我们的一个旁边的走势的分析来说啊 还是依然非常清楚的一个多头结构 好吧 那么多头结构 虽然是多头结构 但是这个进场啊 依然是非常 疾首的一个问题 是吧 呃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一波目前还是多头结构 但是该到哪个位置咱们去进场啊 这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 是吧 呃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短信级别来讲啊 我给大家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位置的话 那么就是 呃 我可能会参考啊 朋友们 其实这条线我给大家划过啊 呃 这样的一条上升的一个趋势线啊 我觉得 目前来说是最有效的一个参考啊 其实这个趋势线在昨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啊 在 呃 星期三的网直播啊 我给大家讲了啊 呃 我觉得啊 云游目前啊 依然是这样的一个多头结构之中啊 如果日内 如果再给到一个好的低点 我觉得依然是 分低去不去的一个点啊 包括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啊 我觉得差不多很多朋友们啊 我觉得差不多很多啊 目前从从他的动能啊 从他的开心的特点哈 我觉得啊 这两波都真的差不了很多朋友们啊 大家可去仔细对比一下啊 呃 也是一波加速啊 也是一波调整 然后打上来 然后再做一个震荡 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嘛 啊 上来 然后再做一个震荡洗盘 如果再给他一个好的低位的价格 朋友们啊 我觉得啊 依然是多当参与啊 就在这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去在自己的旁边中画一下 这是云游30分钟的图形 朋友们啊 呃 在这一个方框的下沿 也就是这条半小时的趋势线 下面下轨啊 这个位置附近 我觉得日内就是做多的点 朋友们啊 呃 这是一波顺势的一个多头结构啊 那么整体的节奏 没有任何问题 呃 其实当下的一个旁边结果啊 那么云游的多头 我也一直给大家讲的啊 呃 就算天图即位的那个通道 那么保守估计应该也还有100个点的一个空间啊 呃 这是最保守的一个空间啊 那么短期啊 那么咱们粉底做多啊 依然是当下主流的一个 呃 基调啊 大家不要去盲目的去预定啊 那么这个位置的多当 我觉得 应该是比较稳的啊 朋友们啊 大家记住了啊 呃 30分钟图啊 这样的一个方框的下沿位置啊 啊 就是最多的点啊 这两个结构状态还真有点像 朋友们啊 呃 那么今天的可能爆发的节奏也就在今天晚上 朋友们啊 呃 呃 这是当下的一个原油的旁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节奏点啊 我觉得目前还是相对来说非常不错的啊 呃 希望大家啊 如果有给到一个好的机会 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去布局啊 能把这个机会成功的啊 说在南中啊 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其实短信啊 朋友们 哎 这个通道的话好像也 这个通道朋友们注意到了没有啊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通道结果去理解的话 那么好像这个位置就应该要出来 出来方向了啊 但是咱们最稳妥的啊 这是一个通道的参考是在差不多附近的位置 呃 当然啊 最稳妥的应该是比较是这样的一条线啊 在这个位置可能是最稳妥的啊 呃 刚才给大家画的通道啊 那么只是一个小级别的一个参考 如果按照通道做的 那么一定要啊 呃 应该止损啊 按照这个通道做的一定要应该止损啊 呃 在这个位置啊 等下有在这个位置进场的止损就放在这个下面30多个点啊 不要再去纠结 好吧 行 这是云游目前的一个结构状态啊 非常标准的多土结构啊 大家依然是逢低去接多啊 不要想着去抄顶啊 呃 顶远远没有到 朋友们啊 行朋友们啊 这是云游当下的一个旁边结构的状态啊 也是今天重点想给大家聊的啊 就两个参考点 一个是刚才给大家画的半小时的一个通道啊 一个是半小的半小时的趋势线 大概的位置啊 都是在半小时级别图形啊 都是在这一块区域啊 如果有给到这样的一个较低的价格啊 直接进场啊 不要不要去纠结 好吧 行 朋友们啊 今天的早房分享啊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 希望 喜欢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啊 可以去优酷腾讯去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啊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上社区啊 最后欢迎朋友们加我的私人微信啊 咱们私下沟通交流 行 朋友们啊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日内都能够交易顺利啊 咱们下周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